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因为美国已经通过了这个法案 就是军援以色列、乌克兰和台湾 当然如果在这样的环境之下 代表第一件事就是以色列的那场仗 不知道是否打完 不过现在停了火 但美国将所有以色列用的军火 就一定再全部都给他 等他再要打一场 第二乌克兰很简单 乌克兰现在打到简尽量拙 所以现在给610亿美元的军援 乌克兰代表什么呢 以往美国给了750亿美元的军援 乌克兰顶了两年 现在再给610亿美元 当然加上欧盟 所以加上欧盟 乌克兰说 弟弟给你这么多水 最少跟我捱两年 换他说 俄乌战士可以打下去 亦都会打下去 即是打不打了两年就不知道 打不打了两年就不知道 这个就是现实 你有军戏但有没有人呢 死了这么多人 你还能召到这么多兵来呢 因为俄罗斯公告 乌克兰損失的军人是50万了 但是这个数字 你永远不会在西方传媒看到 其实现在这个世界上 目前西方传媒那种 将真相隐瞒中 其实是很差的 有时看报纸 或者你在网上 你没有办法 你不去周围找 你找不到一些 关于另外一方面 即是俄国那方面 他要打成一条 因为你看西方说的 你一定要看俄方说的 比对之下 你就可能得到一个 比较上准确一点的 场面给大家看到 我自己觉得 其实印度很多传媒 中肯很多 你看印度的传媒 说俄罗战则 其实你是看到两边的东西 你也看到一点 这个也是我自己的感觉 当然你看内地 也看到俄国那方面 所以很多人说 现在实际上 美国已经借了很多钱 国债是34.5万亿 在这个时候 还要拿这么多钱 去军援瓦克兰 去支持以色列 还要搞什么印太战略 把台湾人拉在一起 很多人说 现在是否真的 美国真的要进入一个 所谓的战时经济 用战时经济来救美国 我相信他可能希望藉此一役 加强美国的军火制造力量 因为他也是准备 不知道乌克兰战争 俄乌战事 会否有朝一日 搞到北约和俄国战争 中东的战事又会去哪里 台海又会如何 到了当时 如果美国没有军事生产力量 基本上就输了 现在可以看到 美国从特罗姆开始 到现在拜登延续 希望重整实体经济 将制造业拉回到美国 一方面在芯片和高科技方面 原来仍有基础 现在将台积电都拉回到美国 很关键的问题 他真正保持完整的实力 就是军火工业 一直没想到过 因为它是很高科技的东西 他不可能将一条生产线 搬到台湾生产 怕你到时台湾拿完的技术 怎可以 所以这个军火工业是一个完整 现在最关键的是 他的军火工业是供不应求 台湾现在有19个 共200多亿的军导 以前是签了的 像F-16 坦克 但现在都无限期拖延 因为你没有这么多工厂 你没有这么多工厂 你生产不到 你老实说 你卖多少东西给外面的时候 你又不会拿着订单 其实军火工厂和普通工厂是一样的 你拿着多少订单 你就说我多加多少部机器 请多多少人做 你又说 没有啊 我只有这么多订单 不如我打慢做 我不要再投资 我慢慢做出来 两年三年我才交货 有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 因为没有其他地方和你争 因为这些是你美国才做 俄国也不会理你 在这样的环境之下 现在又不是了 哇 整整了950亿美元的军援 在这个情况下 整张大打打下去 就是你可以和那些军火生产商 你们加快 要做多少 快多少 不用怕 乌克兰 我们给了610亿 而接着呢 过两年后 我们又再给610亿 可能 你不就做了 加多两间厂 建多两间厂 不愁无人单 其实都是这样 其实美国现在去到一个位 就是说你硬硬 就要印些银子出来 做生产 来养住一些厂 军火厂 然后呢 就希望去挑起全世界 不知哪里的战争 让你有消耗 然后你就有得再做生意 其实这件事真的不是很通 另外从经济的角度看 我相信他给260亿 以色列将来是有机会还到 有钱还到 因为以色列的经济真的不错 他还有底 但是乌克兰的600亿 加上原来的750亿 完全没有 那些 1300亿 就是肯定打水片 不过乌克兰就跟他说 现在俄国对着乌克兰 乌克兰发一炮 俄国就发五炮 五对一 很快就一对十 因为他少 发一炮人们打十炮出来 现在大家这么说 680亿 过去乌克兰 但不是立刻在 在全仓 有些东西 你怎样都会留一些症 你不敢全给他 如果这样的情况下 你能给他多少 那俄国是否会加快 那个步伐 最少在今年的夏天 即是大举进攻 打到你去到不知哪里 厄德萨或其他地方都打完 等你守无可守 其实这些都是一个可能性 代表什么呢 代表全球有两大战事 一个是中东 另外一个是俄乌 这些地方 看来都是继续打下去 至少今年都完不了 今年完不了 但我很有兴趣听你说 究竟在以色列中东战争 其实到现在的情况下 大家的看法就是 以色列佔了上风 究竟是否以色列佔了上风 我们对伊朗 而不是对哈马斯 以色列虽然在战场上 可能佔了上风 在加沙和这个地方 基本上是地面上 它完全是可以完善你 最后拉法 以色列的内计理务 可能最后都会打拉法 打完拉法 等于所有的城市都受到 但这个拉法打不打 就要靠美国佬说出世 美国佬说你不准打 我又签了这么多钱给你 不准打 260亿不准打 那你不敢打 不是的 不是的 我现在是内透利务 在玩拜登 是吗 内透利务 为何突然炸伊朗到最利亚的大使馆 挑起之间的矛盾 他没有告诉他们在哪里开会 现在整个战争 有一条底线 现在是双方都不破的 就是以色列没有炸到伊朗的核设施 伊朗亦没有对以色列的大城市和核武制造的地方 其实他说是知道的 又没有进行攻击 即是说不能够打核战争 这是一条红线 现在大家都守住这条红线 其他事情真的很难说 不过伊朗摆明不是想打 不是想再次再次升级 尤其是今次发觉到原来你美国、英国、法国 都加入去以色列的行列帮他 那你真的要再想想 你不是一个打一个 而是一个打四个 即是打八个联军 你真的要想想 究竟够不够力量 你说我对这个以色列就够打 但是不是 后面三个动手 你这样打不打得到呢 另外我留意到 伊朗其实帮普京都通过电话 他可能留着普京 普京如果我打你 你怎样 你什么态度 是不是真的组织伊朗俄罗斯练军 应该没有 我想俄斯未必会出军 因为老实说 你打两场战争 对一个国家的影响很大 但最重要的是 可能供给一些军火 我做多些生意给你 但伊朗自己本身 已经生产很多 飞弹 导弹 其他样用都有 有趣的地方 上次伊朗发射了三百个飞行物体 包括飞弹 有无人机 什么都有 巡航导弹 什么都有 三百发直击以色列 四国联军加上约弹 五个国家都有打低这些飞弹 有个说法 差不多九成多被他击落了 九成多击落了 剩下十枚左右 打到去以色列 是这样说 大家说 谁赢谁输 当然你飞过来 谁知道别人打低了你 你便不输了 但你有另一个看法 就是 如果你有三百发打过来 我去还击 就是打低你三百发 但我其中有十多发 我打不低 其实代表什么 你的空防力量 是 加上美国 英国 法国 弱弹的空军 最多一次过 是可以抵挡到 大概 二百九十 二百八十八 那是否代表 如果我下次 我攻击你 是六百的话 你不会说 那个比例 你不会说 我打低你五百八十多 你最后打不到的 接着就是另外的开始 换句话说 有六百发的 你可能是有三百多发打到去 是否这样 大家又是 只有个古字 完全不知道 因为这次 其实大家都觉得 是一场表演赛 实在伊朗 他预先通知了 是 时间 不要说时间 他告诉你 我相信 有这样的情况 美国军机 一早升空 在巡逻 一有就擠下 同时 三百个 最主要 两百多个 是无人机 无人机 便宜 便宜 而且速度慢 便容易击落 最后能够突破四国联军 或加上以色列五国联军之后的空防 是伊朗的超高音速度弹 最后能够突破 最后能够加速变轨 所以你是防不了 他的实力 他的表演赛 最后告诉你 我还有这些正东西 你是防不了 问题是 你有多少这些正东西 问题是 你最初放一堆 低技能 低性能的飞行物体 去的时候 吸引到你多少空防力量 你用完了空防力量 你炸完了之后 你打底了之后 你还有多少 你还能够顶得到三百以外 其实这是一个问题 无论如何 即未来 导弹战 真是未来 战争的一种模式 所以 你又看回 我们又订回中国 中国有四个军种 空军 陆军 海军 和火箭军 这个就是中国 看得很准 你有火箭军 你不可能得到十枚八枚 当然做很多 美国又有一个太空军 这个只是吹牛 你什么时候在太空打 所以我觉得中国是很醒目的 中国已经有太空军了 最近将战略支援部队一分为三 包括航天 包括网络空间部队 还有信息支援部队 我想我们将来都可以说一说 是 很重要 未来电磁战 可能 蒋军会有一个特别 但我们也不想见到这些事 那是真的 今天到此为止 拜拜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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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